昨天下午在2016博鳌亚洲论坛期间 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小玲 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注册制一审已经结束 今年肯定会进行到二审 但是否能进行到三审目前不确定 注册制目前仍在稳步推进之中 不能叫做停止